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7月1日星期四早上的第一節 話說在昨天 美國智庫組織Pill Research Center 就公佈了一項民意調查結果 這一項調查就是針對 全球17個先進經濟體系所做的 一共就訪問了18,000多人 今次這個調查 所有的問題都是跟中國相關的 先說大概結果到底是怎樣 在這17個先進經濟體當中 有69%的受訪者 都是對中國持負面印象的 而有88%的受訪者 更加認為中國是不尊重人民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感謝大家的支持 現在我們逐條問題來檢視一下 第一題就是問到 究竟那些受訪者對中國是持有正面 還是負面印象呢? 平均來說 拉雲17個經濟體 對中國對中國是負面印象 只有27%是正面印象 原來對中國持有最負面印象的國家 就是日本 有88%負面 只有10%是正面 其次就是瑞典 80對18 然後到澳洲 78對21 再數下去就輪到韓國 77對22 然後才到美國 76對20 在這17個經濟體中 只有零零丁丁丁 那些民眾對中國的正面印象 是多過負面印象 那是哪兩個國家呢? 分別就是希臘和新加坡 希臘的情況 是負面42 正面是52 其實都是差不多 但是新加坡的情況 就比較懸殊一些 負面34 正面是64 好了 那為什麼新加坡的情況 是會和世界的趨勢 是這麼不同的呢? 這個Pure Research Center 那份報告 就有一個解釋 原來在新加坡裏面 來說 種族的因素 就佔了一個很大的影響 自稱為華人的新加坡人 對中國的正面印象是72% 自稱為馬來人 對中國正面只有45% 這個印度人對中國正面是52% 所以來講 那些自稱為華人的新加坡人 對中國的印象就好到不得了 所以拉到那個數字是這麼高 唯獨是希臘和新加坡有這樣的情況 其他15個經濟體 都是負面遠遠超過正面 在某些國家來說 年齡的因素就佔了一個很大的影響 比如說在加拿大 有83%的長者 對中國是持有負面的看法 但是只有54%的年輕人 對中國的印象是負面的 但是在韓國來說 65歲或以上的人 就67%對中國負面 18到29歲 就是84% 所以有些國家 就是年長一點的人 對中國更負面 有些國家就是更年輕的人 對中國更負面 為什麼在加拿大裡面 後面來說 那些年輕人對中國沒有負面印象 是不是跟那些 左媒盛行有關 根本上都沒有報道 有關中國的真實消息 不知道 反正來說 韓國就是 有一個這樣的趨勢 可以理解 因為韓國很多年輕人 都很害怕 另外一件事就是 修改移民政策 導致大量的中國人 可以進入到韓國那裡打工 爭飯吃 就算說 要在當地興建一些什麼 中國的文化村 諸如此類 這些旅遊的設施 那些民眾都是不喜歡的 都是去反抗的 這些我們之前也有提及過的事情 接下來我們又看看第二條問題 究竟中國是有多尊重人民的個人自由 在這十七大的經濟體裡面 其實那個結果都是相當之一面倒 每一個經濟體裡面來說 都是超過一半人以上認為 中國是不尊重人民的個人自由 就算你說新加坡 那個數字都是 六十就是不尊重 三十五就是尊重 至於其他經濟體來說 就算最低的希臘 也有七十五是認為不尊重 十四是尊重 其他那些全部都是上到八成幾九成人 都認為中國是不尊重人民的個人自由 這個就是人家也有眼見 這個就是受訪出來的結果 在這些調查裡面說 其中一個因素受到影響的 就是關乎到教育程度的高低 原來在新加坡 越高教育水平的人 越認為中國是不尊重人民的個人自由 尤其是擁有大專或以上學歷的人 更加有這方面的傾向 如果教育水平較低 就認為中國是很尊重個人自由 這個就是新加坡的情況 但是在其他經濟體來說 就不太適用 因為全部都是八成幾九成 對一個很低的個位數字 至於為什麼 頭這兩條問題 那個比例會這麼懸殊呢? Peel Research Center 就有兩個因素去解釋 第一就是因為這些國家 其實和中國的關係都相當緊張 你最不緊張的就是新加坡 這樣就解釋到 新加坡一開始 就是以華人社會作為主體 雖然來講 新加坡非常淡化華人身份 他經常強調 大家都是新加坡人 非常強調 新加坡人的身份認同 再加上 新加坡和中國的經貿關係都相當密切 所以 在這麼多的經濟體內 其實和中國關係最不緊張的就是新加坡 好了 至於來講 第二個因素 就是中國在去年處理疫情的表現相當差 導致人們的負面印象增加了 這個又解釋得到 為什麼呢? 因為根據調查的趨勢顯示 其實在近兩年來講 很多國家對中國的負面印象都是升到歷史的新高 或者是第二高 就是在這兩年之內發生的 相信也是跟疫情有關 如果不是 不會突然之間爆升得那麼厲害 好了 我們又看看第三條問題 這條問題就是問那些受訪者 你認為應該跟中國還是美國保持更加緊密的經貿關係呢? 我們先看整體數字 在18,000人的受訪者來說 64%傾向美國 21%傾向中國 在17個經濟體內說 16個傾向美國 1個傾向中國 1個傾向中國 1個答案由膚之欲出 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的比例是怎樣? 傾向美國的33% 傾向中國的49% 至於另外一些特別的 我們拿出來說 日本的比例也是很懸殊的 傾向美國是81% 傾向中國是15% 這些其實很多歐洲國家都有這麼懸殊的比例 其中一個值得說的就是紐西蘭 45%認為是要傾向美國 44%認為是要傾向中國 即是證明到近年 自從中澳關係交互之後 中國大力發展與紐西蘭的關係 令到中國在當地的經濟影響力增加得很厲害 所以使得 數字基本上是打平的 45%對44% 另外兩組數字又可以比較 歐洲 64%傾向美國 20%傾向中國 至於亞太地區又怎樣呢 54%傾向美國 27%傾向中國 證明得到 歐洲 比較多人說要靠攏美國多些 反而亞太地區 雖然54%對27%都是 其實是 三分之二對三分之一 但是都是比較多傾向中國多些 好了 我們又看看第四條問題 這條問題就是問受訪者 應該怎樣排出一些優先次序 有兩個選項 第一 就是要強化和中國的經貿往來 但是不要強調人權的議題 另一個就是 人權議題優先 即使會損害和中國的經貿往來 在美國來說 七成人都說強調人權 兩成六強調經貿 好了 至於韓國又怎樣呢 韓國三成九人強調人權 五成七人強調經貿 新加坡 四十一對五十五 台灣四十五對三十九 拉回所有經濟體 就是54強調人權 35強調經貿 所以其實有很多國家都是很現實的 韓國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雖然他們有很多人 都是對中國持有負面的印象 甚至乎認為中國是不尊重人民的個人自由 但是你問到他究竟要強調人權還是強調經濟 他都是選擇經濟多些的 也不僅是說是很現實的 也都是很坦率 很直接 他都沒有隱瞞你 好了 至於紐西蘭的情況是怎樣呢 他八成人都說強調人權 只有一成六說強調經濟 但是你看到紐西蘭政府顯然 他就不像人民的意願來做事 我們又看看最後一條問題 這條問題是關於中國在處理疫情方面的表現 今年的數據 其實十七個經濟體都認為 中國在處理疫情方面 比去年是有進步的 但是我相信這個就是跟他們的個人觀感有關 中國是否真的進步得那麼厲害呢 大家看到的 在廣東還在搞什麼封城 全民核酸檢測 你說他是不是搞得很厲害 其實是不見得的 因為他打了疫苗 但是可能就是受訪的人士 而他本身所處的地方 疫情有所減緩 可能他就覺得 中國也是搞得很 因為這個是很講求個人的感覺 他又不是說 要求你去做很多的數據調查 或者是做很多的資料搜集 才是答案出來的 我相信就是跟全球的疫情減緩了是有關 至於中國 他在處理疫情方面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大的進步呢 我就有點保留了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